一支深远的二雷安打带着一分的打点 也是当时突破0比0的关键的一支安打 场上的投手是第二任投手 尼福德 前中大郎在这几场热身赛的情况非常的好 我们刚刚也提到他在去年在日本 在俄军里面有提出11支全雷打 那前几天对这个巨人对中国队的热身赛里面 巨人队是9比2赢球 他也打了一支两分打点的一个拳 他也打了一支这个全雷打 所以整个状况来讲 他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状况 调整得非常好 但其实也蛮有机会在 比如说开幕的时候 有机会挤进到一军的阵容里面 就像刚刚提到 目前巨人队被抽掉五个选手 打这个WBC 那这五个名额是剩下的人 要如何想办法挤进去的一个关键 所以这几场比赛 这些年轻的选手 真的是不会跟你玩假的 就是说真的是暖身 完全就是跟你玩真的 就当正式的比赛在打 对 这球捞起来 在右半边的飞球 这球右外手 凌威注释 没有守备的机会 不过很有趣的 就是巨人队 这次进国家代表队 打经典赛的五个选手 都是坏手的 两个左头手 三个左打子 两个左头手 内海跟山口铁眼 都是左头 阿布是左打 小丽媛到大 当然标准的左打 然后龟井 龟井疫情 也是左打 他都选左打部队 进日本国家代表队 原谦德 我想这个倒也不是说 刻意 就是巧合 因为他自己是 巨人队的一个总教练 那这几个选手的状况 目前怎么样 他最清楚 所以他都是挑这种 他非常忠实 Condition 他觉得状况好的选手 他才挑 所以为什么一般认为 像松中信业 也不错 为什么把他淘汰掉 那他觉得 他要的是状况好的选手 要你当下的状态 对 要我当下状况好 那松中信刚好在那几天 有一点伤出现 那他觉得说 这个伤在短期之内 我看不到他会有 很快速恢复的情况之下 那我宁可挑状况好的 或许打击火力 不如他来得那么的OK 但是我至少有活期 可以运用的选手 他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我想原生的 他的考量 就是刚刚淑芳姐讲的 就是说 他不要看 长期性的数字 他不是要看数字 该招人叫人家淑芳姐 他要看的是目前的状态 对 好 这一棒直接进到了 蒋志贤的手套 后援投手 尼福德上来之后 在前额半局 他成功地压制了 左打者李承叶 在这个半局 他先解决掉了 左打者田中 田中大二郎 那又让左腾 让家腾 打了一个在棒头上的 懒洋洋飞球 所以上来之后 尼福德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投球内容 到目前为止 他的整个表现 很清楚很明白 看得出了他跟李振昌 两个目前的状态 也就是说 尼福德他的投球 补手要什么球 他就给什么球 打击的是三壘手 钟景 钟景大戒 今天虽然还没有安打 前一打其实是被三振 但是手辈神明守得很好 把高国立的那个眼 被要形成安打的球没收了 不 尼福德的状态 当然是教练团非常在意的 因为他在中华队出发之前 在国内所进行的热身赛 他并没有参加 他是跟中华队在日本会合 所以他的整体的自我 调整的状态是如何 是攸关着他在 未来的比赛 能不能够挑起重责大任 刚刚这个球 判的是一个出身球保送 我觉得其实 像以尼福德来讲 他跟李振昌 都是最后阶段 在跟中华队在东京会合 那这个除了说 在默契上面需要培养之外 其实有时候 会有一些隐形的危机存在 比方说韩国队的林苍勇 他目前在仰乐多队 他还是一直跟仰乐多 一直在训练过程 一直想到说 韩国队到日本来 我再跟他们会合 就因为想到会合前一天 他在这个热身 跟中日的热身赛的时候 被这个中日的打者的球 打到那个瘦周关节的地方 那当场就倒在头手球 起不来 马上叫气扇车送医院 那目前还要等今天这个 核磁共证检查结果 才确定他这个伤要多久 那对韩国队来说 本来把林昌勇 视为这个守护神的 对终结者 那现在突然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韩国队目前还在伤脑筋 到底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取舍 对这个是蛮关键 所以说可能选手 跟着他的母队在集训 也是一件好事 可是如果中间出现状况 其实也蛮难去取舍的 这是身材高大的内野手 蒋志贤一次非常精彩的 接船球跟王胜伟的搭配 解决掉了跑者 也结束了巨员队 在第四局的攻势 留下残累 不过巨员队还是2比0 暂时领先 暂时领先